喂 喂 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PPT对不对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是现在8点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网课啊 大家好 我是GoMarkets高会的Alan 今天呢非常高兴跟大家远距于此啊 今天是我本人的第一堂网课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可以为大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啊 我个人呢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澳股跟A股的 对于A股呢 我的观点是将来最好的价值投资会是在A股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关键点是将来不是现在 关于这个投资交易呢 我个人的风格是以基本面为主 技术面为辅的一个中长期投资交易啊 所以今天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 今天晚上的主要内容呢是呃 第一个是我个人对于接下来的一到三年的一个展望 由于时间有限所以暂时呢只讲基本的理由跟逻辑 在接下来的网课直播啊还有文章当中啊 我会进一步的说明跟解释啊 好那我们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啊 因为这个公司的法规的要求呢 所以在这个开头啊我还是做一下风险提示 呃之前参加过我们go markets高位活动的朋友一定看过这些内容啊 呃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朋友呢 我这边快速简单说明一下 go markets呢是一家持有澳洲金龙服务牌照 受ISIC监管的一家券商公司 无论是股票外汇还是股指期货 go markets都是有的 再有呢就是客户在go markets的资金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哎这边没有声音吗 我这边看到有朋友讲说没有声音呢 我看一下稍等 歪歪大家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因为刚刚我测试过是可以的 哦是可以的 然后刚刚说这个呃 说没有声音的朋友可能是电脑的设置 是不是没有设置正确啊 好的我这边之后 然后这位朋友继续先调整一下 那我这边是继续今天的内容啊 呃 好然后我呢就是直接上来就是简单粗暴限量观点啊啊我今天呢就是有三大观点第一个呢就是黄金会突破2500啊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道琼斯重新啊突破30003000是新高嘛对吧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澳元对美元会再破0.6啊这里放一个小马哥啊主要就是想表达接下来的一到三年会有一个很大的行情波动啊冷了三年就是在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接下来的一到三年将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机遇啊 那我们都常说不以谈婚论嫁为目的的恋爱我们都会说是不够严肃的恋爱啊同样的道理呢不给时间范围的预测也不会是严肃的预测啊 关于这三个观点的预测我给的时间范围是接下来的一到三年呢那现在2020年马上过一半了那也就是说呢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半年到两年半的时间这三大观点是有效的 其实给出明确价位这个事情呢风险是比较高的如果正确了呢大家可能就会忘记但是如果你错了呢大家可能会记得就比较清楚一点对吧 但是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三个观点我个人是比较有信心的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我们公众号的文章里啊啊我不止一次的讲说在接下来的一到三年里我们有机会见证新的历史时刻啊 这个不是虚言是我个人比较比较就是信心比较足的一个判断呢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把这个三个观点然后往下放一放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市场主要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彭博社有一篇文章报道讲说 中国正在考虑对澳洲乳制品跟红酒啊进行一个加税 呃因为牵制到这个政治的因素啊 所以现阶段对于澳大利亚的奶粉股跟红酒 TWE为代表的红酒股啊 我们大家适合观望一下 呃现在呢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买入时机啊 其实整个事情的起因呢 是因为澳大利亚有的政客一直在带头呼吁 呃成立新冠病毒的调查小组 在中澳两方沟通交涉无果之后呢 中国宣布 禁止进口澳大利亚四家牛肉厂商的牛肉啊 随后呢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态尊重中国的界限 但是呢 不会将自己的立场跟贸易用来做一个交换 那中国呢 对吧 因为你因为你表态了嘛 也就相当于是说澳大利亚做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回应 那紧接着呢 中国就是宣布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的一个加税 呃 那直到今天为止 对吧 然后彭博社又报道又报道说 中国在考虑这个乳制品跟这个红酒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升级 呃中澳关系存在一个继续恶化跟扩大的可能性啊 那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呢 如果中澳关系恶化 不管是对于澳元还是澳大利亚的股市呢 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尤其是跟中国市场紧密相关的这个奶粉股跟TWE对吧 为准的这个红酒股票啊 第二个呢 第二个比较大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延后召开的中国的两会 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始了 呃整个北京的安保措施呢 都已经升级了 之所以关注两会呢 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投资者需要关注了解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政策啊 以中国现在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投资者的 那按照以前的这个经验呢 如果中国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 澳元铁矿石铜矿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提振的 那最近澳元的这个上涨呢 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的预期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拥有一个28年经济无衰退的辉煌历史记录啊 其中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经济呢 在受到一定波及之后可以迅速的恢复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方案啊 那第三个事情呢 就是美国总统签署的这个禁令啊 禁止全球芯片供应厂商给华为供货 那美国呢 现在对于华为的这样的一个绞杀 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做到了赶尽杀绝的程度啊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说 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一举将华为的5G优势压住 同时呢 美国自己的公司可以进行一个后来居上的反超 从而占领5G的技术高地啊 但是呢 如果绞杀华为失败的话 那就会让世界其他的国家全部看到 美国这样的一位霸主竟然拿中国的一家公司 完全没有办法 不仅丢失面子对吧 还会让身后的一帮小弟们非常的失望啊 那关于华为 关于美国对于华为的绞杀呢 其实是中美两方的博弈啊 那如果用我们投资者看待K线的方式来说 近年的中美关系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跌的通道啊 那这个呢 也是开头之初 开头的地方我提出来三大观点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大国之间的吵吵闹闹 虽然一直都有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呢 大国之间的博弈对抗将会让我们投资者面临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市场行情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往下看 就是实施之后呢 我们我们进一步谈这个股票市场 就是全球疫情高峰已过 股票市场是否会迎来转机啊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更准确的一点来说 就是现在是不是买入股票的好时机啊 这个板块呢 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至今为至今为止 美股走势几乎是一个微型的反转啊 那澳大利亚的股市呢 现在来说就是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半山腰的位置 因为我个人现在是在等待美股的第二次探底啊 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就是 现在的澳股适合少量的买入 美股的话呢 就暂时先不要追涨 那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是股市跌的最凶的时候啊 我是入场买入美股的 是在标普大概2400点左右的时候 进场的2800点出场的 那这往下看呢 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在三月十二号 跟三月十三号两天 我个人发了一个朋友圈啊 当时实际上也有在文章跟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 但是当时呢 被网友们一阵猛怼啊 虽然不是明星对吧 但是当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明星般的压力啊 这个网友们的力量啊 真的是强大到就是有点超过我的想象啊 大家看到这个呢 是三月十二号我发的一个朋友圈 这个呢 那是三月十三号 行情越大 就是我我本人在朋友圈里就是发的频率呢 就可能就是越高 有存在这么样一个现象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回来 第二波疫情的爆发距离我们有多远呢 那我个人呢 在我个人认为在疫苗开始大规模量产之前呢 第二波爆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但是呢 从我们的就是心理预期这方面考虑的话 第二波的疫情的爆发对于市场的这个冲击可能不会超过第一波啊 那第三个呢 就是也就是这一个板块最重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啊 新冠病毒加速了骨牌效应的到来 很多人以为呢 既然我们控制住了疫情 对吧 既然全球疫情的拐点将要到来 那复工复产呢 又是马上马上要开始复工复产了 那基本面理论上来说会是好转才对 对不对 那但是呢 我个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啊 本人决例当中疫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章 疫情好转之后呢 各个国家接下来的这个反应跟行动才会是问题的关键呢 当我们人类对吧 最大的考验跟挑战 不再是病毒的时候 这可能才是去秋后算账的开始啊 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就是第二轮疫情的爆发 或者是美国的下一步行动 很可能会是股市第二次调整的一个导火索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来说这个澳洲的银行股啊 这两个呢 是就是我刚刚说到的12号跟13号的朋友圈 那 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银行股啊 在过去的12月当中呢 我除了看跌澳元之外呢 我也是有看空澳洲的银行股的 而且并且啊 就是从2019年的年初 我有直接开单去做空澳大利亚的银行股啊 之所以看空澳大利亚的银行股的理由跟逻辑 其实有在我之前就是写到的一个股评报告当中有进行一个阐述 进行一个阐述 这个呢就是2016年6月的一个股评报告 对吧 当时股评报告的标题呢 就是澳大利亚银行的一点远率跟两点尽优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股评报告当中的一个节选呢 那再有就是呢 就还有就是我我看回这个PPT 还有就是呢 我有在澳洲2007100点的时候 然后开设一个空仓 去做空澳大利亚的这个ASX200的指数啊 其实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呢 那个时候ASX200冲上6800点的时候啊 我就有在公司的公众号里反复强调 一定要注意这个风控的危险呢 一定要注意风险控制 一定要注意风险 当AX200冲破7000的时候啊 我还是有在强调风险的 但是呢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个人的状态 我个人的一个自我的状态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很孤独 当我认为股市已经过高 对吧 但是呢 股市还在上涨 我个人的空仓已经开设的情况下 这样的情况一天可以 一个月我也可以坚持 但是三个月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啊 就是很孤独 所以说呢 这张图呢 就是我想表达 对吧 过去的12个月 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啊 那这里呢 为什么说要穿插这个内容呢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 主要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过去的12个月 我个人对于市场 大环境的一个判断 还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不管是澳元 还是澳洲的银行股 还是澳洲的大盘 判断整体来说 大方向还是可以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更重要的 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澳大利亚的房价 在接下来的一到三年呢 将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 向下的一个压力 其实这个地球上 没有比我们华人 更喜欢投资房地产的了 尤其是中国的房价 对吧 更是不知造就了 多少的亿万富翁 但是呢 现在跟接下来的几年 房地产的回报 可能会面临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以墨尔本跟悉尼的房价为例啊 我认为可能会面临一个 大概10%到30%左右 幅度的调整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个人画的一个CBA的 CBA联邦银行的周线图啊 在这个图表里面呢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从2015年3月 创下96左右的高位之后呢 一直到2020年2月 这轮大跌之前的最后一波拉升 CBA的股价呢 其实是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通道当中啊 就是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上涨了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低的上涨 就越来越低的一个上涨 那看到下跌呢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呢 对吧 越来越低的一个低点 那实际上这个现象呢 就是在这个技术分析里面 会是一个熊市的特征啊 一个细心的朋友呢 还会发现 我这里有画一个橙色的线 对吧 然后是标的59块的一个价位啊 其实呢 这个59就是当时我开设空仓 我的止盈价位啊 那澳大利亚股市大跌之前最后的这一波向上拉升呢 CBA的股价直接被拉到大概91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啊 在我个人看来呢 7000点以上的澳洲股指期货对吧 被资金一度拉升到7200点附近 其实呢 这是大资金一个拉高出货的一个操作啊 当然很可惜啊 我的CBA仓位是倒在了黎明之前呢 78的这个价格 我大概是开仓的 CBA我开仓的一个架空仓的价格 大概是78左右 86是我的止损价格啊 也就是说呢 最后我没有扛住最后5块钱呢 好那看完这个CBA啊 那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个Westpac 跟CBA相比呢 Westpac的走势跟我画出的这个下跌通道啊 更加的完美契合 对吧 其实呢都不存在这个最后一波拉升的这个直接都不存在最后一波的拉升出货 关于 关于WBC呢 我们要知道 它是市值 它是澳大利亚市值第二大的银行啊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WBC的房屋贷款业务是超过CBA的 那资本市场呢 是先知先觉的 所以可以说呢 澳大利亚银行股价的走势可以作为我们澳大利亚房价的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啊 那因为WBC这边就是它的房屋贷款业务是最大的 我们可以说WBC的一个股价走势呢 可以称之为房价指标当中的指标啊 那关于WBC呢 就是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到 除去从二在起股价 WBC的股价在2015年见顶之后啊 自己身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通道之外呢 我这里还有画出一条趋势线呢 那这条趋势线呢 是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澳大利亚股市跟房市啊 这条趋势线的出发点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澳大利亚股市跟房市开始转雄为牛的起点呢 有句说大概是这里 大概是一个14块到15块钱的一个起点呢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季度的这轮大跌之前 WBC呢 一直是在这条11年的趋势线上边的 对吧 一直是在这条11年的趋势线上边的 但是呢 经此一役 11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可以说是被打破啊 经过了11年 WBC完成了一个升上去 再到跌下来 这样一个完整的轮回啊 那 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股评报告啊 如果大家觉得 可以 值得大家一看的话呢 大家可以联系我 或者是联系我们团队 然后来获得这个股评报告啊 其实呢 就是怎么说 夜惊于情荒于稀吧 去年呢 我还有对吧 一直有写文章啊 一直有写这个报告 到今年呢 因为忙着自己做交易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事情 至今为止啊 还没有拿得出一篇股评报告来 今天呢 在这里 我正好就是也是做一下这个 自我检讨跟反思啊 呃 那我们接 我们讲完这个银行股啊 我们继续往下 哎 这里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讲一下黄金 首先呢 看一下2020年以来 以美元计价来算 什么东西表现的最好 跟什么东西表现的最差呀 呃 从这个这个数据里 我们可以看到啊 黄金呢 从对吧 今年的年初 截止到2020年的5月7号 黄金的表现呢 是最为亮丽的 而在货币当中呢 呃 这个巴西的里尔是表现最差的 其实从统计数据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其实不管是南美洲的巴西 还是阿根廷 对吧 还是欧洲的土耳其啊 在外汇市场上 其实早就已经血雨腥风了 美元 对吧 美元的冰封是有多么强劲 对吧 现在呢 我们感受还不是那么深刻 但是巴西 阿根廷跟土耳其的人民 的感受呢 一定是非常的深刻的 大家呢 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 对吧 或者手机上 呃 又拉出一个用欧元 或者澳元计价的黄金的走势图 来看一下 除了用美元计价的黄金 还没有打破 2011年曾经创下了1900块左右的历史高位之外呢 黄金对其他的货币都已经走出了历史的新高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个黄金的十年轮回啊 这个黄金的周线图里呢 从2011年的高点开始的这个趋势呢 至今趋势线 对吧 然后我这边有画一个趋势线 至今为止呢 还是有用的 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里边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现在的市场环境还是一个通货紧缩的环境啊 所以说呢 黄金中长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短期呢 无论是基本面还是技术面的 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呃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就是 我看涨黄金的理由跟逻辑啊 那为什么看好黄金呢 理由跟逻辑 其实就是呃 简单的来说 就是有三条 对吧 第一个呢 就是避险的功能 这个呢 其实跟我们人类几千年以来形成的一个惯性 呃 是因为惯性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之前呢 我的同事coco 对吧 然后在提到美元的时候 有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就是信用 对吧 那黄金的避险功能 或者是说黄金的避险属性呢 其实就是这个信用作用的一个体现呢 也就是说美元对吧 会有一个美元的信用 那黄金呢 作为一个几千年以来对吧 大家的一个货币 那也是这种信用的一个体现呢 哎 这边又有一个朋友讲说没有声音 其实应该是有声音的 因为我看 有的朋友一直在啊 对加行对加行 对加行还有另外的几个朋友一直有说有声音 大家调整一下 那我继续往下讲啊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通货膨胀 对吧 然后这个功能的意思呢 就是说 全球各大央行 印出来这么多的钞票 对吧 那将来呢 很可能会引发这个物价的一个上涨 换句话讲说呢 就是这个货币的一个贬值啊 那如果按照购买力来说 对吧 今天的100块钱会变成明天90块钱的话 那我怎么样能够保证手上的资金不贬值呢 对吧 那黄金呢 就是有这个储存价值的作用 实际上呢 这个作用其实跟刚刚提到的信用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关联的 好 这个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刚刚有讲到啊 对吧 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有讲到大国博弈对抗啊 那美国利用美元这张印出来的绿色的纸 对吧 一直在让全世界给他们家打工 那如果美国对全世界负责的话 对吧 那就还好 意思呢 意思呢 就是美国还是一个比较可靠稳重 对吧 值得 托付终身的这样的一个男人 但是呢 美国现在明显就是只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印钞票或者是不印钞票啊 美国就是在透支自己的信用 对吧 那就跟我们日常当中说到的渣男是一样的一点都不负责任的那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得到美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对吧 然后去摆脱这个美元的束缚 那美元的这个体系呢 就是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进行到最后呢 最有可能的结果在我看来会是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美国利用自身的军事跟政治实力 对吧 然后把挑战美元霸权的这美元霸权的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打趴下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全球拥有话语权的这些主要国家大佬们 大佬们 对吧 大家坐下来说 哎 不闹 不要闹了 不要闹了 对吧 大家坐下来谈判 大家重新商量出一个方案 对吧 可以不要以美元来做这个计价的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 大家可以用一篮子货币来结算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那当旧的美元体系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冲击 而新的货币体系 对吧 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呢 黄金的作用呢 将会充分体现出来呀 那那个时候呢 我相信就是黄金 对吧 占上三千 对吧 甚至是可能更高 对吧 突破两千五 占上三千 哪怕说是更高 我觉得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黄金闪耀的时候啊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啊 继续往下来 那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过去的十年 大家有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吗 对吧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近些年是不是越来越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跟地区存在这样的一个争端与冲突 对吧 我们就先不要说中东的那些个国家 对吧 打来打去 那我们去看欧洲 对吧 黄马甲运动也好 还有就是德国 对吧 德国也好 就是各种政党 各种闹 对吧 各种极端的党派 散发出来 各种比较极端的言论 对吧 今天不还钱 明天要赶谁下台 就是这个样子 这还是欧洲 对吧 那还有就是智利去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120万人的大游行 那这个大游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游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地铁涨价几毛钱呢 直接触发了这个大游行 那再有就是呢 对吧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伊拉克 实际上伊拉克对吧 伊拉克跟这个伊朗 那伊朗实际上内部呢 还是比较平稳的 你只看到伊朗在跟美国一直在叫吧 但是伊朗内部呢 实际上没什么问题的 那但就是伊朗最近就爆发这个游行示威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伊朗调高了国内的游价 也是调高了 对吧 一点点的钱 也是直接触发了人民上街 那全球一共五个大洲 除了北美洲跟这个大洋洲之外 可以说都不是特别的太平啊 那我们来看就是各种游行示威 对吧 除了存在一定的被煽动 被煽动的因素之外呢 其实这种现象背后更大跟深刻的 跟更深刻的原因呢 我个人觉得是大家对现在的日子并不是很满意啊 那从这张图上来看呢 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箭头这边指的位置 美国最富有的0.1%的人所掌握的财富总和 跟美国社会当中90%的人的财富总和是越来越接近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趋势就是站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 那这个这个这个富人呢站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 90%的人的收入站的比重是越来越小的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 导致中低层人民对现状不满意啊 那这个原因呢 其实是可以拿来解释说 为什么对吧 特朗普这样一个在我们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人 对吧 会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原因呢 那再有就是呢 这几年大家还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呢 就是民粹主义 那更通俗一点就是说 愤青 对吧 大家对这个社会呢 越来越不满意了 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刻跟很值得思考的一个原因呢 那再有就是呢 从这个图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线跟这个红线的交叉 对吧 上一次交叉 跟上两次的交叉 是发生在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啊 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 对吧 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 是处在世界大战跟大萧条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啊 那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个人对接下来的就是一个全球的大环境 其实是比较悲观的 其实是比较悲观的 呃 那我们再往下走 哎 这个呢 就是我的同事Coco啊 之前上网课 他讲述的 他分享的就是一段他特别喜欢的话 我这里呢 就是我对这句话我也是非常认同的 那我这里呢就是照搬一下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对吧 尤其是对于就是呃 七零后 对吧 八零后 甚至九零后来说 我们大家确实是生活在一个 就认为以后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里啊 对吧 那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 其实可以说是生逢盛世啊 那对于中国而言 对吧 过去的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的经济 中国在经济方面呢 确实取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很多人会产生以后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吧 大家也可以回头去看 大概是从2015年跟2016年这样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我们的顶层设计者啊 我就是说中国的顶层设计者 其实一直在向我们反复强调 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换档的时期 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个预期的管理啊 那再往下呢 对吧 然后分享完这个Coco 特别喜欢的一个一个一段话之后呢 那这个呢 就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我个人比较喜欢跟崇拜的就是乔治索罗斯啊 那这里呢 他的一句名言 对吧 他的一句名言就是说 世界的经济史 是一部基于假象跟谎言的连续剧啊 要获得财富呢 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认清其假象 然后投入到其中 对吧 然后呢 在公众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哦 我这里啊 我刚刚我再次强调啊 我这里说的这个换档时期啊 很简单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 我们开车换档的那个档啊 没有别的任何的意思 大家千万不要做演做别的预想啊 对吧 在这里呢就还是乔治索罗斯对吧 然后一句话 那 在这个结尾的地方啊 我这里呢就是我再次重申 我个人的我再次将我个人的一个三个观点再次重申一次 刚刚我看到就是有朋友在这个直在这个直播里边 对吧 然后有询问黄金长线是多久 我刚刚有给出这个时间线呢 就是一年到三年 也就是说2020 2021 2022 这一到三年的时间 我们会看到黄金会占上三千 对吧 那 因为可能因为在开头的时候 我有说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吧 对吧 可能就是后来加入的朋友就没有看到 那我这里就是再 再一次将我的个人的三个观点 然后再次重申一下 以上呢就是差不多 对吧 我们今天网课的全部内容呢 那大家如果认可我Alan的风格跟内容 对吧 那是因为GoMarkets培养的好 跟迈克领导有方啊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个人 对吧 有需要调整跟注意的地方呢 那就是我本人 对吧 应该继续努力学习 争取可以做到天天向上 以上这些呢 我也再次强调一下 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 对吧 如果大家觉得有失误的地方呢 欢迎大家给意见 对吧 我这边呢 随时改正自己 呃 这里刚刚提到的这个股评报告 对吧 大家可以通过扫码的形式 然后来获得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呃 去年我关于这个银行股的一个一个当时的一个逻辑跟一个看法 对吧 大家可以拿来看看 啊 再往下呢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联系方式了 这里呢 就是有我个人的公司的个人的邮箱 我的分机号啊 跟我微信的一个联系方式啊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问 可以添加我 对吧 然后跟我进行一个进行个讨论也好 或者沟通也好 呃 其实我们GoMarkets这边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客户跟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定位啊 是非常清晰的 那就是我们GoMarkets 我们就是要打造澳大利亚华人的第一团队啊 那除去平时每天的广播之外呢 我们还有短信 我们还有百家讲谈 对吧 我们还有不定期的个股的股评报告 那有时候呢 客户难免会将我们跟这个行业里不同的券商 对吧 拿出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但是呢 在比较当中 我希望对吧 或者跟我想说的就是 除去可以提供 GoMarkets可以提供各种交易产品之外呢 对于我们的客户 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个非常高价值的输出啊 我希望大家就是现有的客户可以感受得到 对吧 那将来的客户呢 希望可以有这样一个 感受我们GoMarkets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好 这个呢 就是我 我把PPG停留在我的一个个人联系方式这里啊 那接下来呢 是一个提问的环节啊 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直播的地方 然后输入问题 我这边呢 竭尽所能的来回答一下 我这我这里看到了 我这里看到了就是啊 这里大家有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TWE对吧 然后是不是要割肉啊 那我个人就是我刚刚也有讲说嘛 对吧 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傲股来说啊 是处在一个半山腰的位置啊 是处在一个半山腰的位置 对吧 因为我相信接下来 对吧 接下来这个一到三年 美股存在一个走出新高的一个可能 所以澳股呢 我觉得还是会有对吧 往上突破六千 存在一个突破六千的可能呢 呃这个呢 是对拥有对吧 TWE TWE也好 或者CBA银行也好 对吧 这样的股票也好 啊 是一个利好利好的消息 对吧 那不好的消息呢 对TWE的拥有者 一个不好的消息呢 就是中国跟澳洲存在一个这样对抗的一个一个一个政治风险 对吧 那我觉得现在呢 就是对TWE的 有TWE的朋友来说 我的建议是现在池塘 现在暂时呢 就不需要存在一个割漏离场的问题 那对于在考虑 对吧 在盯着TWE的朋友来说呢 我的建议是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先不要买 对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 那刚刚呢 有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看到就说大家问这个CBA怎么看了 对吧 实际上对于CBA的看法呢 跟TWE的看法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因为CBA对吧 我刚刚看到 我找来我CBA的这个这个 这个图线 它呢 CBA虽然是在一个下跌的通道里边 对吧 那但是股息呢 它肯定是会 我觉得接下来股息肯定是会减的 对吧 那但是你说 是不是至于说 我如果买在70块 我如果买在80块 是不是要割漏离场呢 我暂时还觉得 大家先不需要割漏离场啊 只是提醒大家讲说 对吧 对于在关注的朋友 大家先不要 先不要进行这个银行股的一个操作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银行股呢 可能就是说 对于长期来说呢 比较不看好 对吧 比较不看好 那但是呢 因为 我刚刚也有讲到 接下来对吧 接下来一到三年 或者是接下来一个 一到五年的时间 对吧 一到五年的时间 大家面临的是一个低收益的时候 那银行股的分红也好 或者是股息也好 对吧 它可能会去砍 那砍到2% 对吧 或者1% 这个说实话 如果只考虑股息的话 还是可以的 对吧 那但是呢 就是股价 我们大家想通过股价涨 可能就说是大家要调低一下自己的预期 好 那接下来 有朋友问这个Nab啊 Nab我看一下Nab 因为我本人一直没有关心这个Nab啊 实际上Nab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Nab 它的主营业务 对吧 它的主营业务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中小企业 也就是中小生意的一个贷款业务 对吧 因为这波疫情大家也看到了中小生意 对吧 中小生意呢 是受冲击最大的一个生意 对吧 那所以呢 我觉得说Nab的前景呢 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对吧 至于说割漏离场 不存在一个割漏离场的问题 我觉得拥有的 对吧 有Nab跟有银行股的一个朋友 还可以继续持有 但是说只是说对于观望 对吧 持仓观望的一个朋友呢 大家就是稍微考虑一下 那我刚刚就是有说到 对吧 有从CBA说到TWE我也有说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刚刚有说VSPAC也说 对吧 大家不需要割漏离场 大家只是就是说 暂时不需要考虑银行股 对吧 或者暂时不需要配置太多的银行股 我个人对吧 刚刚我有讲到 因为我看有朋友 还有来问 这个就是推荐股票的 那我这里就是 我再将我个人的这个三个观点 对吧 然后我再次放到这里 接下来的一到三年的时间 黄金我是极度看好的 因为黄金极度看好 对吧 所以说我现在给大家参与澳股的一个朋友 对吧 对想参与澳股的朋友 我的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大家可以适量的买一点黄金股 那我个人推荐的就是NCM 哇 NCM的话 这一点就是又说到Coco了 今天晚上 我是这是第三次提到我的同事Coco啊 他一直在跟客户推荐这个NCM 那NCM呢 我觉得我也是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 因为它是最大的吧 对吧 你说接下来像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讲说SBM 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配一点的 那我刚刚也有讲到说对吧 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 是一个通缩的环境 是一个通货紧缩的环境 那我个人呢 还在等美股 对吧 第二只脚踩下来这样一个回调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 现阶段我给大家的建议 大家可以用清仓 对吧 然后配置一点黄金的股票 那至于说银行股 或者是TWE 还有就是Air Milk 对吧 这个样子的股票呢 大家可以呢 先等一下 暂时不需要割漏离场 但是呢 大家先不要考虑抄底的问题啊 好不好 刚刚我这边有看到 有朋友就是打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可谓 你不可以谈论一下A股啊 那A股呢 我刚刚就是在开头的时候 我这边也有提到 在PPT上没有啊 开头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个人有提到这个A股啊 我觉得 我觉得接下来 在接下来的这个三年之后吧 三年之后吧 然后最好的提到 价值投资 我觉得是会在A股 我觉得是会在A股 但是现阶段的A股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 人民币除了贬值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那如果人民币 对吧 你存在一个贬值的预期的话 对吧 我觉得对外资来说 他可能就会选择观望 或者他不会大举杀戮 进行一个A股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吧 那虽然 对吧 我们知道就央行 他一直在管理这个预期说 人民币对吧 不会存在大幅预期啊 或者是什么 大幅的贬值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人民币可能会贬值 会存在一个向下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这样子呢 对于A股的朋友来说 对吧 我建议说 可以买一点蓝筹 但是呢 大家就要长线 而不是说对吧 像叔叔阿姨啊 进行的一个就是快进快出这样 我觉得对于我们平常人很容易踩空的 那我个人现在我有A股的 我有A股呢 我现在有两只股票 一个呢 就是双汇发展 就是做火腿肠的那个 这个呢 我的价格是大概28块钱左右 我的池舱的价格 另外一个呢 就是深圳机场 我的池舱价格大概是8块钱 大家可以考虑蓝筹 好 刚刚呢 我看到就是有朋友来问这个原油啊 那原油的话呢 我实际上就是从去年年底 对吧 然后到今年年初 我一直开始 我有在文章里讲说 就是大家先不要抄底 对吧 那结果呢 原油实际上这波行情是比较惨的 那一个呢 就是因为 对吧 你像这个航空公司把飞机停掉 对吧 然后这些运输的直线下降 对吧 这些卡车也好 这些用到原油的飞机 对吧 这些油老虎全部就是都在停住 那停住对原油这个需求 对吧 那首先是大幅下降的 那再就是 作为原油的存储是不容易的 你像海上的油轮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油库 它当存满了的时候 那原油 你上沙特也好 你像俄罗斯也好 你像美国的这些油商 还在大量的生产 大量的生产之后呢 你这个油就是存在一个存储的问题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一波 再加上美股这个一下拉下来 存在了造成了市场当中 一个流动性的危机 对吧 造成了一个流动性的危机 那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看到大幅的跳水 实际上这个东西就加剧了原油往下走 但是你至于说对吧 现在原油的价格还能不能往下 我觉着我个人觉着对吧 往下的幅度可能有限了 但是下一步对于原油来说 下一步往上走 对吧 什么会是原油往上走的一个提升呢 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美国的 美国会采取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行动 也就是说大国的这么样的一个对抗 或者是大国的一个这个对吧 军事行动也好 对吧 或者是大国的行动一个 一个采取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原油 对吧 往上走 一下往上的或者一夜之间一个暴声 我觉得这个很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引线 刚刚我看还有朋友 我看一下 我刚刚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医疗股啊 对吧 问医疗股有没有好不好 我觉得医疗股很好的 那接下来我刚刚就讲到 对吧 大家也可以从PPT看到我的就是三个 三个这个观点吧 对吧 然后一个就是黄金 第二个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美 我们刚刚说到这也对吧 我那说一下美股 那实际上这一波疫情呢 大家就让大家更清楚的认识到了科技股的赚钱能力啊 对吧 那所以说呢 黄金股 科技股 还有这个就是医疗股 我觉得这三个板块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其实大家就是如果考虑对吧 现在我要买股票 我现在就是要做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做一个一年到三年的这样一个一个投资 对吧 一个超预期的投资 我觉得给大家惊喜的给大家高回报的股票会发生在这三个板块 这里啊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 然后有一个观众 然后问到BHP这样的矿业股会怎样啊 我刚刚也有说到啊 对吧 现在的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呢 我个人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呢 会是一个通货紧缩的环境 对吧 还有就是呢 您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个人对于澳元呢 是存在一个就是想法呢 就是澳元存在一个贬值的压力的 那如果说澳元存在一个贬值的压力的话呢 我觉得外资对于澳股来说 可能就会不会选择一个大举的买路 那所以就是说呢 我个人觉得矿业股可能会存在一个比较往下一点的一个下行的压力 矿业股会面临一个压力 因为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矿业股来说 对吧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 因为你是矿业股嘛 对吧 大家觉得中国这边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基建 对吧 或者是大家对于存在一个中国还是会拉动这个全球经济 对吧 一下就是执行一个微型的反转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次不会了 因为中国现在的负债率 我觉得是挺高的 那再有就是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他不会选择 之前就是四万亿一个刺激方案 对吧 来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大家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现在是不会的 那再有就是呢 为什么说矿业股对吧 这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矿业股涨得不错 然后现在矿业股涨得也好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欧洲跟中国 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就是要存货 我就是要存铁矿石 我就是要存铜 对吧 我就是要存铝 存锡 这种基础的矿产 实际上那为什么我 我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大家说经济不好 但是大家去翻回看 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 一个出口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哇一直在往上走 一直在创新高 所以呢 大家也看到FMG 对吧 BHP Rio Tinto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财报 你可以看到大家的量 对吧 哪怕澳元一直在贬值 但是他们的报表不错 原因是什么 他们的收益 对吧 理论上来说就是靠量撑上去了 但是接下来你说中国可以买多少 欧洲可以买多少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 那大宗商品呢 我觉得除去黄金之外 对吧 我觉得大宗商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FMG FMG呢 现在我看已经破了之前的一个新高了 已经冲上13块多了 那在我看来呢 我觉得FMG的这一波行情 可能啊 存在一个就是跟大跌之前 CBA有点像的那个行情 就是大资金在往上拉货 在往上拉爆空头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啊 今天呢 就是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网课先到这里啊 就是那最后呢 就是再强调一下 以上今天晚上的分析呢 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接下来在以后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